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 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3号星期四 我是主持人萧芳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旧金山获周新资金推进电动汽车战略 圣马雕县卫生部门认为 有必要保持卫生命令 拜登中期选举前密集助选 行程安排信息量大 LIFT大裁员亚马逊动节招聘 和科技行业寒冬来了吗 中国多个城市强调要精准防疫 不能因为个别疫情就长期无差别进行封控 敌港的入境检为阳性不受红码影响 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说 无特殊安排 朝鲜3号又发射了导弹 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 将基准利率从2.25%上调至3%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我们来关注湾区新闻 乔报记者陈永青 11月3号旧金山报道 旧金山市长布里德2号宣布 旧金山获得加州能源委员会 CEC240万美元资金 以帮助市减少空气污染 并推进其气候行动计划 该资金将增加更多的电动汽车充电广场 资助一个新的电动自行车食品配送送试点计划 再是努力使气候和电动汽车计划 公平和所有居民无障碍的基础上 再接再厉 并支持开发强大的电动汽车测绘工具 这笔周拨款资助了旧金山应对气候危机 并在2040年之前实现零排放大战略中的一部分 乔报记者陈永青 11月3号就金山报道 11月1号 圣马特厚县卫生局局长路易斯·罗杰斯 在发表的报告中写道 其他县撤销了需要新冠肺炎疫苗接种 或检测的地方卫生令 我们不必撤销当地的口罩或疫苗接种要求 因为我们已经与州保持一致 国家要求 例如在医疗保健设施内戴口罩的要求继续有效 并敦促接种流感和新冠肺炎疫苗 6个月级以上的每个人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 6个月级以上的人可以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5岁级以上的人可以接种加强剂 巧报消息 圣塔克拉拉县的一名居民 因感染悉尼罗河病毒而死亡 该县公共卫生部门11月2号周三 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此人是在湾区感染了该病毒 政府数据显示 尽管这种疾病很可能起源于乌干达 但悉尼罗河病毒在美国却出奇的普遍 尤其是在加州 截止10月28号 今年该州已经有106个感染悉尼罗河病毒的人类病例 7人死亡 乔报记者张苗 11月3号万区综合报道 据圣河西水星报报道 圣塔克拉拉县高等法院 11月3号周四下午证实 前圣塔克拉拉县警长史密斯 被认定犯有6项腐败和故意不当行为的民事罪 史密斯10月31号周一刚刚宣布他将退休 副警长宾德任临时代理警长 有罪判决意味着史密斯会被解除职务 以及被禁止竞选公职 不过由于史密斯已经退休 目前还不清楚 有罪判决会对他产生什么具体的法律影响 史密斯将于11月16号重返法庭 届时圣马雕县高级法院法官费尼曼 可能会对史密斯发出正式免职令 继续关注美国新闻 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阶段 总统拜登在助选方面采取防御姿态 主要聚焦在帮民主党守住已经占据的席位上 拜登将于周四开启为期三天的竞选活动 在四个民主党大本营展开 包括加州、伊州、新墨西哥州 以及拜登根基深厚的宾州 周四晚些时候 拜登将和国会众议员莱文一起 在加州海滨的一所社区大学参加动员投票活动 接下来的周五和周六 拜登将在芝加哥地区参加竞选活动 周六他将前往滨州 与前总统奥巴马一起为民主党州长候选人夏皮罗 和国会参议院候选人费特曼助选 美联社指出 拜登的行程凸显出这位总统有限的政治影响力 大多数面临竞争激烈的民主党人都对他敬而怨之 这同时表明 拜登希望最有效地利用自己有限的支持力 在他2020年轻松赢得的地区 巩固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 美国官员周四宣布 美国和韩国已决定延长两国的军事演习 以应对朝鲜最近发射的一连串导弹 平壤周三晚间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并于周四早些时候发射了多枚导弹 美韩因此决定延长警惕风暴联合军事空中演习 华盛顿和首尔谴责了朝鲜的导弹试射 拜登政府敦促各国对平壤实施制裁 因为平壤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 禁止该国进行导弹和核试验的决议 共享乘车巨头LIFT周四证实计划裁员13% 相当于约700名员工 反映出科技行业在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面 面临的挑战的大趋势 亚马逊周四也宣布将暂停公司人员招聘 原因是经济日益不确定 以及近年来招聘了大量新员工 与此同时支付公司Stripe周四宣布裁员14% 相当于约1100名员工 据CNBC报道 其他宣布裁员的科技公司 包括Netflix、Spotify、Coinbase和Shopify 而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和Facebook的所有者Meta等其他公司 最近都实施了成本削减措施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 由于全球变暖 无论气温如何上升 意大利的白云石 美国的优胜美帝 黄石公园 以及坦桑尼亚的奇利玛扎罗山 等世界著名冰川都将在2050年消失 在温室气体排放量一切照旧的情况下 约50%的世界遗产冰川可能会在2100年消失殆尽 该报告的主要作者卡瓦略说 防止全球病川大规模消失的最重要措施 是大幅减少碳排放 欢迎收听新闻快车道 我是主持人小芳 下面继续关注中国新闻 内蒙古、河南、甘肃相继强调疫情防控的精准性 10月30日和31日 内蒙古、河南、甘肃分别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均强调要精准防疫 不能因为个别疫情就长期无差别进行封控 要让城市逐步恢复活力 让抗疫有力度更有温度 青海省西宁市政府通告 当地时间3号上午10时起 有序恢复市域内部分区域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秩序 西宁市本轮疫情发现于10月20号 当天在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 发现三例无症状感染者 10月21号 西宁市对主城区全面实行居家工作生活管理措施 澳门近日出现零星疫情 从1号起展开全员检测到2号结束 澳门卫生局传染病防控处处长2亿好 2号在疫情记者会上宣布 将于本周五及周六 就是11月4号和5号 展开新一轮全员检测 不足1岁的婴幼儿可豁免第二轮检测 澳门第一轮全员检测 于2号上午11时结束 期间采样72.5万多人次 截止1号 超过70万的样本已有结果 均为阴性 未接受采样的在澳人士 其澳门健康码会被转为黄码 需自费前往常规核酸检测站进行采样 上周在中东确诊感染新冠的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3号抵达香港检测后 列为康复个案 政府再补充 他在机场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但CT值属康复范围内 不受疫苗通行证鸿马的影响 另外 陈茂波连续两天出席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发表演讲期间 并没有戴上口罩 陈茂波强调说 自己所得到的防疫检疫待遇 与所有市民一视同仁 绝无任何特殊安排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 所有核酸检测阳性的入境人士 如确认为富阳或康复人士 都不需要接受隔离 也不受鸿马限制 有关安排对所有入境人士 包括政府官员都是一致 香港一名67岁男子在疫苗通行证 显示为鸿马期间 多次离开住所及进入或尝试进入公共场所 被控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律 被香港屯门法院判处罚款 37,000元港币及监禁两个月 缓刑两年 该名男子于8月28日接获通知 他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香港卫生署表示 有关判例可给予社会非常清晰的信息 指出在确诊新冠病毒期间 擅自离开指定隔离地点 使公众能受感染的威胁属刑事罪行 政府对违反相关规律的人绝不容忍 在持有红马期间进入政府规定 又不能进入的场所属犯罪 最高可被罚款1万港元 上海马拉松将于10月27日举行 据了解此次将有18,000名参赛者参加 主办方要求所有参赛者 在收到参赛包前一周都必须留在上海 2021年上海马拉松赛 因为新冠疫情先被推迟后被取消 在大量员工徒步回家事件发生后 全球最大iPhone生产基地 郑州富士康受到了各界关注 10月30日以来 政府派驻工作组公司连发多条声明 以解决园区内管理问题 目前郑州港区航空港区 富士康厂内的混乱已经有所缓解 工厂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 大量员工返乡后如何弥补产能 为了留下更多员工保证生产 11月1号起 富士康开始了新一轮的补贴加码 自10月中旬以来补贴已经从每天50元 不断加码至100元200元 目前来到每天400元的高位 此外公司每天还补贴两个小时的工时 例如工作8小时按10小时计算 如此高薪补贴主要是由于园区 因疫情防控等原因导致产线减原严重 11月2号 永州宁波至州山铁路全线开工 项目建成后将诞生多项世界之最 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396公里 其中新建线路长70.137公里 线路西起宁波东站 向东延伸至州山市的金塘岛 侧子岛及州山本岛 设计时速250公里 全线共设7个站 全长16.18公里的金塘海底隧道 比港珠澳大桥的隧道还要长10公里 是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 主跨1488米的西厚门工铁两用大桥 是永州铁路及永州高速公路赋线 跨越西厚门水道的工铁合建桥梁 建成后将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工铁合建桥梁 使我国铁路桥梁跨越能力 从千米级跃升至1500米级 永州铁路将于六年后建成 线路在宁波枢纽向南与永台温铁路相连 向西南与永津铁路相连 向西西北与航永客专相连 并通过杭州枢纽连通航长 宁航 护航 商核航等线路 香港土地注册处的记录显示 陷入困境的中国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 位于香港著名的山顶住宅区的一座豪宅 已被贷款方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没收 一份文件显示该银行于11月1号 任命接管人接管这座5000平方英尺的豪宅 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一名俄罗斯任命的驻赫尔松高级官员 3号表示 俄军可能会放弃他们在蒂涅伯河西岸的据点 如果得到证实 这将是这一场战争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3号 赫尔松地区复明镇行政官斯特雷穆索夫 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 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士兵很可能会前往蒂涅伯河东岸 斯特雷穆索夫还敦促留在赫尔松市的平民立即离开 他说 如果留守是在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不过他没有给出撤军的时间表 而且也没有明显迹象表明 俄军在蒂涅伯河西岸采取了任何实质性的撤离行动 乌克兰官员对俄罗斯正在放弃该地区的迹象保持谨慎 俄罗斯高层也保持沉默 3号 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 赫尔松市主要行政大楼的楼顶上的俄罗斯国旗消失了 外界纷纷猜测 这是莫斯科撤出该市的一个迹象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在俄联邦安全会议上表示 以指示俄罗斯国防部恢复参与粮食交易 但如果乌克兰违反黑海粮食走廊不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承诺 俄罗斯保留退出该交易的权利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号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达感谢 感谢他在俄罗斯退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黑海股物协议后出手相救 俄国10月29号宣布暂停参与由土耳其和联合国居中斡旋的乌克兰股物出口协议 指控乌方不当利用这条安全运输走廊来攻击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船舰 基辅当局则赤搏俄方的说法是退出协议的不实借口 微软副董事长继总裁史密斯三豪宣布 微软将向乌克兰提供额外1亿美元的技术援助 以强化乌克兰 以强化保护乌克兰的一个数字联盟 史密斯表示 2023年的一整年 乌克兰将可以免费使用微软在欧洲的所有云端服务和资料库 朝鲜3号早晨向东方发射了导弹 日本政府通过全国顺时警报系统发布快讯 称导弹疑似飞越日本上空 但之后防卫省修正称导弹并没有飞过上空 防卫向冰田静一向媒体表示 已确认没有飞越日本列岛 而是在日本海上空消失了 现在正在分析原因 将进行详细分析 韩国军方称推定是远程弹道导弹 朝鲜似乎还发射了其他的两枚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媒体表示 朝鲜发射的导弹中一枚可能是洲际弹道导弹 日本政府通过全国预警系统以工程线 山形线 新泄线为对象 呼吁民众在建筑物内或地下避难 目前未接到遭受损失的报告 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汉的反政府车队3号遭到枪击 伊姆兰汉小腿中弹受到轻伤 他的幕僚指出一名疑似开枪男子遭到击毙 另一人被拘捕 并称这是一场暗杀行动 伊姆兰汉领导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高层和警方表示 一名枪手朝伊姆兰汉当时乘坐的货柜车开枪 他受到了轻伤 多名支持者也受伤 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在推特发文称 这是一场令人发指的尝试暗杀行动 英国新政府3号排除了前首相特拉斯提出的 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鲁撒冷的想法 首相苏纳克的发言人强调 政府没有把大使馆迁出特拉维夫的计划 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3号宣布 将基准利率从2.25%上调至3% 这是去年12月以来英国央行连续第八次加息 英国央行在当天公布的会议纪要中表示 英国经济前景极具挑战性 不过由于政府出台的能源价格保障等干预措施 今年年底经济活动下降趋势将不如此前预期的那样明显 英国央行表示政府支持措施将限制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 降低其波动性 但由于刺激了需求 这些措施或将加剧非能源类商品和服务的通胀压力 预计通胀率将于今年第四季度升至11%左右 英国央行指出 如果经济发展大致符合最新预测 基准利率将继续调高 以使通胀水平持续回落至目标区间 加拿大三号以国家安全为由 勒令三家中国企业撤出其在加拿大西土矿物公司的股份 有消息说 被勒令撤出股权的包括中矿香港稀有金属资源有限公司 盛泽里业国际有限公司 以及藏格矿业投资成都有限公司 稀土矿物被认为对未来的绿色科技至关重要 且已应用在电子、航态、汽车和国防工业中 加拿大五天前宣布加紧限制外国国有企业 对加拿大稀有矿物的投资 只有特殊情况下才会准许投资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 2006年至2020年间 全球共有1200名记者被杀害 其中近九成的案件仍未得到司法解决 11月2号是终止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会员国和国际社会 与世界各地的记者站在一起 展现必要的政治意愿 调查并起诉针对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的犯罪行为 言法依法言成 最后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标普500下跌39.80点 跌幅1.06% 报收3719.89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46.51点 跌幅0.46% 报收32001.25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81.86点 跌幅1.73% 报收10342.94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撤到节目 由肖方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